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很多朋友大家可能对3C不太熟 比如说电脑怎么清洁或是手机可能不能触控怎么办 他发现这很多问题之后他就开始写文章 然后他发现写文章之后有一些东西是文章无法呈现的 所以他就刚好拍成影片 因为YouTube那时候大概在 他应该在十年前差不多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顺势也拍了影片 所以才顺势也成立了科技硕这个品牌这样子 兄弟我刚第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非常好奇 就是除了你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以外 就是头发是烫的还是天生的 我本来就有天生自然卷 然后后来又再去再烫个更卷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我们成立部落格啊 或者频道啊 当你有了流量就一定会有厂商会来寻求业配 对 那你对于业配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确定外面 但是我们自己的坚持是我跟厂商传递的是 可以业配 但是我觉得观众必须知道说 就消费者必须知道说这个产品的缺点是什么 假设这个产品的缺点他可以接受 那他这产品一定能接受 所以我必须跟厂商就是在合作前就是确定跟他说 我一定会讲你的优点缺点一定会说的只是说怎么样去说 就我们不要去刻意攻击品牌啊 或者是诋毁这样就好了 对然后这是我的观念 可是我相信有那种厂商是 不能接受你说他缺点的呢 那要怎么办 有没有遇到那种厂商很挑剔很靠北的 确实遇到 今年就遇到有了 然后可能就是前面合作都还蛮愉快 但是他可能看到我分析一点 或是我产出的 哪一个产品 行动电源 然后那个厂商就觉得 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不一样 他不能接受 后来就不便合作了 他就说那这次就取消了 对比较常遇到 但是这个厂商其实算蛮少数的 大部分的品牌都是能接受我们去 讲一些可以改善的点或是缺点这样子 对 那他的缺点是什么 以这个行动电源来讲 因为电池的话我们比较讲求是转换效率 对 但他转换效率越好代表说他可以充的电量越多 对 那他的转换效率比同级的行动电源 他可能在少一些些 是 然后他就不太能接受 因为他被比较下去了 对 因为这事其实是很严重的 对 对 因为假设这个影片出去之后 消费者看到他会觉得 欸那这间品牌可能会比较不好 嗯哼 那他可能就不就是可能会导致他的销售量下滑 嗯 所以他就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那讲到行动电源 因为最近那个tiktok上面 对 有一些评测 对 然后还有人就提到说 有些行动电源外面卖一颗2000多块 哦 然后结果那个淘宝价跟实际上进货价钱 可能只要 一半 对 一半不到 对对对是 那当然我有朋友在做这类似产品 他就说哇那个成本可能才两三百块 是 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砸场吗 欸老实说我们老板的另外一个公司是在做电商的 这个也不不言 就是也不怕大家知道 那 呃 其实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网路上也大家会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可能很多没有考虑到 第一个是 台湾的检验其实非常多 嗯 而且很昂贵 譬如说行动电源他电池就要检验一个叫BSNI 那有无线的话就要检验NCC 那这个前色分开的 对 他一个型号就是一个费用 嗯 那他肯定会叠加上去 然后再来是说很多朋友会说 欸可以买淘宝 但淘宝买进来会没有保固的问题 嗯 对你售后的问题没有人帮你处理 嗯 那假设说今天行动电源最常发现就是爆炸 嗯 那爆炸至少台湾买的话 他是有一间公司是可以去 嗯 帮你做一些可能有保固 啊 或者是甚至是理赔的动作 对 对 对 这是我的看法啦 啊 是 因为我看那个TikTok上面影片他们就会说 啊 那个保固哪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 就一模一样同样的生产商 啊 这个会爆那个也会爆 对 对这个呃其实我自己也蛮常买淘宝的 嗯 但我的观点是说其实大部分的人他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理解这个东西 或者是这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他花贵一点的钱去买有保障的产品 对他来说是反而是省时间省力气 他多花一点他可以接受 那如果说有一些他可能对于 呃产品他觉得不止这个价格 那他可能就花在时间上只是去网路上买 嗯 他就可以把省下时间变成是钱这样子 是 对没错 那兄弟我想请教您就成立科技说这个频道 对 第一支影片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哪里 呃是我们也是我老板第一支拍的 然后他的那时候是拍的是一副的那个耳机 嗯 然后他也是把他耳机的一些观点 变近的吗 呃那时候是算是音乐耳机 啊 对然后他就把他写他的新的 然后变成文章 然后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他就把一些文章无法呈现的 譬如说诶音质识听 嗯 这个就没办法 或通话测试这种 然后他就把诶另外拍成影片 然后再把这个文章的连结放在影片下面 嗯嗯嗯 因为那时候他刚好在盛新所谓的SEO 嗯 就是所谓的Google搜寻引擎这种东西 对优化 嗯 对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嗯嗯 所以他从第一边开始就是 加上他又很爱买3C 嗯 他等就诶拍买一个回来就拍一个拍一个 然后就一路拍到现在这样子 哦是小虎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要请到的来宾是在3C领域 非常有研究的YouTuber 科技说的River 哈啰欢迎您 大家晚上好 我是River 所以兄弟我想请教您啊 就我们常常说这个 长江后浪推前浪 是 就是这个3C评测界 有很多资深的老前辈 是 像我们共同景仰的电脑王阿达 还有阿龙福利卫 还有Tim哥 辉哥等等等等 是 你觉得你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呃 应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 台湾的评测网站或是媒体 没有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 把一个产品去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或是集中对比 就是会一个影片他会介绍十几种 然后去做PK 然后我们会为了这些产品 去买很多的仪器 对 这是目前台湾比较少见的 但其实在大陆已经很常见了 那我们现在在做就是 希望可以在台湾做到 呃最大 就是最强的那个评测的媒体 是 那这是我们跟他们比较大的差别 嗯 对对对对 例如哪些仪器 呃 譬如说 呃可能像行动电源 我们就要买一个放电的测试 那让行动电源稳定的放电 然后还有包含 我们可能会测手机的温度 然后还有温度枪 对 然后这些东西还有包含了 所谓的电流的测试仪 嗯嗯 然后像我们最近还有买一个 这个耳机的夹持力 嗯嗯嗯 就还可以测这个耳机夹不夹头 哦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诶这个耳机戴起来舒不舒服了 我们有一个更客观的数据 跟大家知道这样子 嗯嗯 对没错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 呃在拍在开始时 这个团队是怎么成立的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要组成一个像您刚讲的影音团队 对 而且还有那么多专业的评测器材 很不容易 对没错 怎么办到的 呃当初我们老板在拍的时候发现 他 他原本的公司已经有事情要忙 他已经没有闲暇一律去做他这个 这个喜欢的事情了 对 变成说他在他其他的公司找了一些伙伴 嗯 然后包含影音的 包含写文章的 嗯 然后包含上镜的 然后就慢慢凑凑凑到现在这样子 嗯对 是那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拍摄的过程中哦 嗯 比较常是 呃 比较怕仪器坏掉了 嗯 对有时候因为我们那个 仪器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有跟厂商去敲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今天要拍 对 那比较尴尬就是有时候会很常 3C产品嘛 就是这样 突然耳机 没有声音了 嗯嗯嗯 或者是说 呃东西突然坏掉之类的 这是比较常的 但是基本上 因为我们拍摄都是在室内的棚里面 对 所以比较少会跟外面的厂商做直接的接洽这样子 嗯嗯 兄弟那我很好奇啊 因为你提到说就是背华有一位老板 对 那老板也有自己的电商平台 对 有自己的产品 对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原则是 就是这个产品的好坏你都会提 对 所以你老板的产品如果有 不OK的地方你会提出来 我会跟他提 而且他会 你会在大家面前提吗 会一定会 一定会 而且他满开心我们可以这样提的 嗯 你老板什么星座 哇哦 狮子座 生日刚过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那你有帮他庆生吗 这口头 这感情没有很好 那 应该说他其实对庆生也 也还好就是大家会帮他亲生 但是他因为他老婆最近要生了 所以他比较着重在他照顾他老婆 还有他的小孩 所以遇产期啥时了 好像是 久未出 所以处女做宝宝 对 OKOK 处女做好 所以我想请教您就是 在测试那么多产品之后 有哪一类型的产品 你觉得在测试阶段最有挑战性 嗯 应该属于家电类的 嗯 第一个是他产品大 对 我们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比较小 像蓝牙耳机可能比较小 我们可以一次测好几种 对 可以摆 但家电可能光扫地机器人 你可能摆个五六台就很了不起 很紧绷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 这种家电的测试的环境必须要很大 嗯 比如扫地机器人他可能至少要少个 10坪以上的空间这种 所以我们之前接过那个LG的那个 就比较痛苦一点点 就是可能要去可能人家家里面 然后去做一个空旷的地方 还有这个拍摄上也比较困难 嗯 因为我不喜欢跟着他拍 或者是说要怎么去呈现 因为畢竟东西比较大 对 所以他拍起来要好看是比较困难的 嗯 对这是我们目前遇到比较有难度的 是那兄弟我想请教您就是 呃因为我们很多这个产品都会贴上台湾制造 是 您觉得台湾制造 不管在家电产品或者其他领域 有什么领域是可以目前表现的比较蛮好的 那你现在哪些领域是现在表现可能 还是有待加强的 我觉得 呃老实讲现在台湾制的东西还真的蛮少的 嗯 那我发现在一些 呃可能是充电器 嗯 或是行动电源上 台湾制的 产品的公差 或者说组装的程度还是好一点点 哦真的 但是必须老实讲 大陆这几年进步的很快 嗯 就是必须帮大家打破一个名思 就是大陆制的产品比较烂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这几年发现其实他们的东西就是做工或者是品质上 就是应该说飞跃式的成长 哦是 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东西都已经老实讲已经追到就是 靠要二线一线的这个品质 嗯嗯 所以说现在哪边制我是觉得 都差不多老实讲 但是台湾制这个字比较 就是印出MIT这个字感觉像是心灵加持 哦是 就是欸是台湾自己做的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品质上我是觉得差异不大了 嗯嗯对 那兄弟我想请教你 因为很多人 有一些人可能会批评说 你们的节目有那个业配的色彩比较重 是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嗯 其实蛮常会有观众这样留言的 欸他说欸你怎么会接这种业配 或是说欸这样子业配也不好什么这些 但我都还蛮正面回答他们就是说 毕竟我们团队是要吃饭的 嗯那我们一定可以接业配 但我们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产品的缺点 嗯那你能接受你就买 嗯 就是我会负责任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完 嗯嗯 所以我也不言会就是说 我有业配收钱这件事情 嗯嗯 对这是我的看法 啊是 对那你们有些跨界的业配吗 就除了3C家电以外的 目前的话似乎是没有 但是已经有其他呃别的品项的有来找我们 比如说可能像是机车 嗯嗯 或者是之前呃汽车其实也有找过 但就是还在谈的阶段 目前是呃如果说目前发出去内容的话是没有的 哦 对 那可以考虑真心社吗 真心社 真心社其实我 我自从接到就是要来这边之后 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因为真心社在我以前的 呃应该说以前外面听到的感觉好像 不是一个比较像是呃在黑黑暗的 对黑暗面的工作 对 但是我这就是这几次查完之后发现真心社的工作 其实还蛮广的 对 就包含我有听到你一集 podcast是那个 呃有一个爸爸的女儿来台北工作 拿不回家那个 是没错 我就发现原来还有这种工作 可以 对这种工作内容 所以我就觉得真心社其实还是蛮 有在更新在这个符合现在生活状态的东西 只有我们只有我们 只有你们是吗 好那所以可以跟你讨论业配吗 可以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牛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邀请到节目现场的是公平测试 各种3C产品的YouTuber科技说的River 哈啰欢迎你 大家晚上好我是River 所以兄弟我之前在看那个留言终结者的时候啊 是 就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那种终结留言的测试的方式 是 或许好专业好棒很迷人 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测试的过程是让你觉得 欸 既然你们可以想到那么棒的测试方式 你觉得很屌的 呃 应该是那个 我们最近有测 我们最近在拍那个耳罩耳机 哦 然后他有那个夹齿力 其实我原本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我去翻了一篇 一个大学生的论文 然后才发现这个东西原来 欸 原来有数据化可以知道说 这个夹不夹头这件事情 嗯 对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还要买那个人耳 嗯 就是我们可以把耳机 呃 放在耳朵上面然后录制声音 对 欸观众就可以在 那个消费者可以在网路上面直接听到 欸 类似人耳真的听到的那种感觉 嗯 那这是我们目前测试到比较 我觉得也比较有趣的 是 那兄弟遇到这一些可能 比较特殊的评测的方式 对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器材跟 比如说你刚提到说 读到一个大学生 他们有一个新的论文啊 对 是谁去攻读这些文献 呃 第一个我发现是同样有爱好的人 他比较容易有这种类似的文章 因为这种论文他比较是有 有兴趣你才会想做嘛 对 可能做的内容的深度可能不够 嗯 然后再来就是 呃毕竟我们做科技了 所以 平常要 一直不断的看人家的影片 嗯 那可能 可能这时候看到就要记下来了 嗯 然后可能下一次我们要用的时候 就会回头找到说 哦 我曾经有看过这个东西 嗯嗯嗯嗯 对所以也是日积月累累累下来 有知道哪些东西 跟淘宝很常逛也有 也有那个 对也是成原因之一 对 是 所以但是这个整个经营 这个频道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 或难忘的事情 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的 有一次的话我们被邀请去那个台南拍那个 他们有一个场是那个做绿能的 哦 对我就 欸很新奇 因为他们找到我们 然后我们还特地南下去拍他们那些绿能的东西 嗯嗯 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现在 呃绿能建筑已经这么发达了 嗯嗯 而且他们还营造了一个小社区 哦 包含孩童上学 嗯嗯 他会有一个公车的指示 嗯嗯 然后以及进去然后可能房子也都是太阳冷的 嗯嗯 然后外面你就可以外面的日照啊 就可以供你的房子里面去做一些呃 电力的供电这个 嗯嗯嗯 这是我目前满深刻的 嗯嗯嗯 那在这个就是刚刚你到绿能的部分 我们想要多了解一点 对 譬如说他哪些地方 还有哪些其他的面向是让你觉得 哇哦既然我们台湾竟然已经做到了 应该是说他整个的系统性吧 嗯就是我没想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观点绿能就是比较像是单点性的 啊 譬如说家里装太阳能热水器 对你有你有热水了 嗯嗯 或者说呃太阳能手表 欸你有太阳能了 嗯嗯 但是他那个太阳能 他的那个绿能比较像是整个社区的概念 是 对你整个未来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小社区 那你可能从车子都是绿能的 然后你的接收的资讯 以及包含他的可能一些供电或用料 他都是绿能 他已经把你从一个小的点放到整个一个面了 嗯嗯嗯嗯嗯 那兄弟你是如何去选择这些要评测的产品呢 就是有什么挑选的方式吗 还是都是由节目企划来想 呃企划是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参考目前时下比较流行的产品 像我们最近就拍一个叫做开放式耳机 对 他就是一个夹在耳朵上 然后他可以听到外面声音的 嗯嗯嗯 他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耳机 那我们就考虑说 欸因为很多观众可能他没有买过 或是第一次听到 那我们就考虑就是把这个做成题材 大部分我们都是以 呃讨论度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企划能力 嗯嗯嗯对 那在产品测试的过程中 你有最重视哪一些面向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缺点我一定会讲 对 我一定会把每个面向每个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一定会讲出来 嗯嗯 然后第一个是我觉得要专业化 专业化 就是跟别人的区别 他们只有可能讲可能手机外观什么 那我们可能可以讲到他的真实的体验 嗯嗯嗯 他带来的温度啊 或者是说效能啊 或者说音质或通话这种 我们就一定把它测到最前面 嗯嗯嗯 那等到他这个消费者他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他买他才不会有 诶 那音质怎么样 通话怎么样这样子的问题 对 是那兄弟你们测试的流程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SOP 然后从产品的获取到测试完成 有哪些步骤呢 步骤通常都是 我会第一手先拿到的产品 然后我会先测试一轮之后 大概有一个新的 然后跟常常分享 然后接下来就会进行到 比较专业的测试仪器了 嗯嗯嗯 这是我们目前的SOP 但是因为每个产品的 呃 调性不一样 跟他的特性也不一样 所以SOP 其实我们是没有固定的 嗯嗯嗯嗯嗯嗯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要请到的来宾 在3C领域 非常有研究的Youtuber 科技说的River 哈啰欢迎你 大家晚上好 我是River 所以兄弟我很好奇想请教你 因为现在目前呃你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Youtube的频道上面 对 那除此之外 你要什么副业或你的兴趣吗 兴趣的话 呃最近有在玩这个潜水 潜水 对前阵子也在才刚小流球回来 哦是 所以晒黑是天生的还是去 呃其实我 我是从小就 其实就蛮黑的 就黑后底 对就长到现在 就是他就是我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他就是 平常没有评测的时候就去潜水 潜水或是听音乐 我满在听音乐的 然后看电影 我真的满在看电影 我就基本上之前是 我一次一个礼拜一定会看一部电影 哦最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呃角头 对昨天去看的 哦是 就有人在那个网路上说 那个看完角头之后出来的很多人都是八九 呃 呃也没有啦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就说你回到您的YouTube本身就是 呃因为观众对您的评测的结果一定有些反馈嘛 是 有没有观众的反馈跟你评测结果是有点落差的 呃大部分其实都还蛮认同我说的 那有一些部分他会觉得 哎我讲的虽然有道理 但他不认同 不认同 对其实蛮常会遇到 但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呃曾经有个观众是留言说 嗯他觉得这个影片很像教科书等级 哦 他非常喜欢 我就也就觉得 做这个这个做这个影片就有意义了 嗯 然后或者是说 有一些观众会很热烈跟我们讨论 嗯嗯 欸他觉得我们内容做的很精实 他也想要分享他的东西 给我们知道 所以这是我目前就是到现在 比较印象深刻的两个留言 那如果说观众跟你说 他想分享他的东西给你来测试 你就会跟他讲说那你要付钱 我好险现在没有收到 因为我知道其他YouTube好像有做这样子的企划 就是观众寄东西来 然后他帮他开箱 那如果说呃有这样子的企划 我们也蛮欢迎的 哦 对对对 是 好兄弟我想请教您就是如何就是 呃獲得这个内容创作的灵感 因为就是3C的产品虽然说不断推成初心 但是品项种类就大概就是那一些 对 灵感从何而来 老实讲有时候呃做3C测试 我觉得跟可能跟拍电影或企划不太一样 是因为3C他有一个基本的流程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蛮容易疲倦的 那只是说我们就要呃尽可能跟我们导演或剪辑去看其他的影片 或者是说看跳脱思维 比如说去看旅游的影片 对生活的影片因为他们可能他们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去从其他的YouTuber去找寻其他的观点来 呃作为的灵感 是 对 就那我想像因为您刚刚在第一段有提到说 因为大陆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开箱啊或评测的影片 对 会不会很多影片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对岸 欸其实还至少有一半都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 嗯 因为他们那边的竞争比较激烈 对 所以他们有就是比较不同的灵感或比较想法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嗯 那我们就会去借进或者是说参考他们的方式 嗯 对 那确实参考他们方式在台湾这边的回想也比较大 嗯 因为毕竟台湾没有嘛 那他们都会看到之后就觉得 欸满新鲜的 原来可以这样子 因为毕竟呃台湾人比较多使用的是YouTube 对 那大陆比较多的是那个B站嘛 Bilibili 所以说这个是两个封闭的社群 所以是比较难去 呃台湾人比较少会去看B站的影片 对 是那可不可以评就是评论一下就是台湾的媒体生态圈跟 大陆的媒体生态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老实讲我觉得在大陆做媒体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因为竞争激烈 对 所以说你必须要可能要做到 呃100分或120分 你才会有机会是变得比较多人关注的 对 但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它相对做科技的 其实算少了 嗯 老实讲算少就是念的出来就那几个 嗯 上新闻也就看到那几个 所以说 你基本上大概做到可能90分100分 你就会获得比较多的关注了 嗯 对这是我看到的生态的问题 是 那回到你刚刚讲到就是上新闻啊上镜头 对 你天生就喜欢镜头吗 呃其实一开始在拍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怕 嗯 然后再回到家里看自己的影片的时候 听到自己的声音跟自己的画面 其实有一点不习惯 嗯嗯 但其实呃目前拍下也大概两三年了 嗯 所以其实也慢慢习惯了 哦是 所以对于对于你来说就是在镜头前面去分享这些 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会有成就感吗 还是说会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帮忙 呃应该说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蛮多会 呃在拍影片之前也会问我说 诶比如说可能手机要选哪一台 嗯 其实我蛮常做这个事情 哦是本来就喜欢分享 对然后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蛮爱写文章的 就写三四一课解 所以我现在只是把我平常的兴趣拍成影片而已 对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还蛮自在的 嗯嗯 而且我也是我蛮喜欢的 嗯嗯对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谢谢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港流星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节目现场的是3C YouTuber科技说的River 哈啰欢迎您 大家晚上好我是River 所以兄弟我想请教您就是目前科技行业有哪一些趋势或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这些趋势对你的内容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比较大的是AI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AI可以做影片了做音乐了 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模拟人的方式 嗯嗯 所以变成说我们这个行业会慢慢有一些工作可能会不见 嗯 譬如说比较繁忙的可能上字幕AI上字幕 对 或是剪影片AI剪影片 嗯嗯 所以这是目前科技比较大会要的问题 嗯嗯 像我们现在剪辑他们也在学习一些AI的工具 嗯 就可以更快速加速它至少要会用 对 然后去辅助你的工作的成效 就跟我一样 就是可能有些脚本的话 或者是我们一些灵感标题 我们也可以从AI去帮我们想这样子 嗯嗯 对 兄弟我想请教您就讲到AI 所以很多人会提到说 因为现在 呃美国或台湾AI相关的科技股 呃涨势非常的惊人 对 那有些人评估说它可能现在目前要全面的落实 或者是到呃大爆发的时候 时间节点还没到 对 他认为现在可能是泡沫 对 但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也关注一阵子 但发现 呃很多人会很 很有那种害怕吧 害怕AI会取代他的工作 或者说 以后是不是都是 AI的世界像是机械公敌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那 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 AI这个东西 我不确定 因为在 我是也在欧洲已经有一个国家 已经禁用AI这件事情 嗯嗯 OpenAI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未来再发展到一个趋势情况下 应该会有法律去限制他 对 要不然就会变成 因为现在的AI比较像是 呃他不像是一个真人的AI 嗯嗯 他没有自己的智慧 那假设他真的到有智慧的时候 那我们就危险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发展到一个瓶颈上 就会有 东西限制他 他只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他不能太聪明 是 要不然会取代掉人类 对 这让我想到说 现在大陆武汉 就有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有一个企业家 他引进2000辆无人的计程车 是 然后这2000辆无人计程车 收费又比 呃真人计程车还要便宜 对 所以可能那个真人计程车司机就集体抗议 对 所以你认为这个是必须要被限制的吗 我觉得部分可能需要被限制 但这个无人的计程车 我记得在美国好像也有了 好像无本事叫得到 对 但我觉得有些工作势必 还是会被取代 那只是说 他要必须限制到什么样的发展 嗯哼 比如说基本的可能 像计程车这种的话 他可能只需要知道 欸线路 对 塞车闪车 这样就好了 那可能我们限制的功能就到这边 他不用太聪明 他不要聪明到他 可以去做违法的事情 嗯哼 比如说欸我要去杀人 他可以指定要撞谁 那这样就不行了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他可以限制到一定的程度 是 那我想请教兄弟您就是 因为呃 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 呃 厂商业配就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是 那如果厂商希望你可以粉饰太平 或者是 不要把数据讲得那么真实 你会怎么应对他 呃 我会跟他说 就算我不说 那观众问到的时候 我还是必须得说 那你先不要说嘛 呃 我会跟他说我 这样子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工作是 让消费者知道 这个产品的 优缺点 那假设 我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 我是觉得 有点跟自己过意不去 嗯哼 所以我尽量都会跟厂商去做 这样子的沟通 当然不行的话 那就 下次再合作也没有关系 嗯哼 所以说不定你推出更好的产品 我可以认同 那也是不错的合作方式 嗯哼 那兄弟你们接下来有想要合作的品牌 或其他的内容创作者吗 然后为什么呢 目前内容创作者应该没有 嗯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还不够厉害 或是说不够有名 所以说这个部分还好 嗯 呃 内容创作的主题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 应该会跟大家差不多啦 就是9月拍iPhone 嗯哼 然后可能接下来我们还是会 想要考虑要拍汽车类的 哦 是 因为我们是耳机起家的 所以我满有想法想要拍汽车的喇叭 嗯哼 可以说在里面的音质怎么样 对 这个是真的目前是比较少人做 也没有人做的 嗯哼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嗯哼 那我想请教兄弟就是 如果说呃 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在网路上 搜罗你的进一步资讯 或你们频道的相关内容 可以怎么找到你们呢 呃 从YouTube或脸书或IG搜寻 科技说都有 嗯哼 对马上就可以 应该是第一个就找到我们了 啊是 今天非常感谢科技说的Riffer 来节目上分享这么多有趣的内容 也希望未来你们可以创作出更多 实用且对大家有帮助的资讯 跟节目企划 那节目最后呢 想分享给大家歌声和公元的哪一首歌呢 呃1.A 好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 呃 我觉得它是在很多摇滚乐迷里面 占有很大的一个心中低 嗯哼 那这首歌也是我比较常在 呃评测耳机听的歌 对 然后分享给大家 好 非常感谢科技说的Riffer 来节目上的分享 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疑难杂症 或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脸书上面 搜寻力达真性色 或真性色阿宅 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夜晚 大家晚安拜拜 晚安录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